這裡有個正方形,邊長是2 來,面積多少? 是,那你跟我講什麼是面積? 你只是會算,你不懂意思啊 為什麼可以邊長成邊長? 這個4呢,注意清啊 不是啦,記起來 2的話,2的話,表示這裡可以切2個1公分 它可以切2個1公分 那這裡也是2歲也可以切成2個1公分 所以你最後算一下,那記起來 當你切完1公分1公分之後呢 人家規定這個東西就叫做1平方公分 那你切完之後就有幾個了? 你要找這4塊以後就直接找出這邊切幾塊,這邊切幾塊 直接成那個東西就可以算出裡面共幾塊 懂了嗎? 懂還是不懂? 所以記得記得面積,面積就是在找圖形裡面有幾個? 1平方公分 就是找幾塊的意思,懂了嗎? 聽得懂嗎? 所以記起來面積叫什麼? 面積就是找裡面有幾個?1平方公分 所以你還記不記得你們三年幾的時候 三年幾的時候,課本有這種題目 有沒有,長這個樣子 先跟我講完,等一下 然後裡面呢,長個奇形外裝 然後叫你補來補去補來補去,最後算面積有沒有 補完之後是不是就是變成,這一塊補來這裡,那是變成1塊了 有沒有,還記不記得? 有啦 有啦 所以記起來面積,面積就是找裡面幾個1平方公分 會不會了? 會不會了? 這裡要找幾塊簡單呢? 找幾塊就直接,切幾塊乘上這裡切幾塊 會不會了? 會了齁? 那我請問你,所以來看囉 來,這裡詳區 正方形變長方形,只是做什麼事情? 變胖? 耳朵啊,事實啊 好,剛剛正方形是一樣,兩公分兩公分,對不對? 那現在長方形只是變成什麼? 只是變成什麼? 這裡變,這裡還是兩公分啊,這裡變? 三公分 所以三公分就是切? 三次 兩次,切 兩次,所以三二 六塊 會不會了? 所以呢,這裡寫上去 長方形就是 長方形就是長 乘以 寬 好,寫上去 長乘以寬,長乘以寬,寫上去 好了沒? 好了沒? 好了齁,來,這裡畫上去 這裡五 這裡八 好,這裡五,這裡八,畫上去 剛剛的正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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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的正方形有沒有 這裡是不是寫邊,這裡寫邊,這裡寫邊,對不對? 啊,你把這裡呢,當成是,來,當成五 所以剛剛是一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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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現在只是這裡這裡變 變胖了嘛,變長了,變成,變胖了,懂嗎? 所以五乘以八 好了嗎? 長乘以寬 好,再來 那長方形怎麼變平行四邊形? 推倒 對,就是推倒 所以呢,想要去柱子倒了 當你柱子倒了之後 然後它就變成叫做平行四邊形 這個本來是一個長方形,對不對? 這是不是一個長方形 可是當我這個柱子 所以這兩根紅色是柱子喔 所以這個這裡是 這裡是地板 這個是地板 這個是柱子 這個也是柱子 聽懂齁 看得懂看不懂 這個是 這兩根是 柱子 啊,這個東西就叫 天花板 對,沒錯 所以柱子,柱子,地板,天花板 好 這時候章魚哥最好用 好 章魚哥手多啊 好 所以呢 來,看喔 啊,當你柱子倒,注意看喔 當你柱子倒的時候呢 就變成這個樣子 是嗎 是不是變成叫什麼形了 平行四邊形 對,平行四邊形 懂嗎 那我問你呢,你們家倒的時候呢 這柱子你還可靠嗎 所以你要裝什麼 新的柱子 你要裝新的柱子 懂嗎 那我請問你了 我問你喔,你注意看 你如果裡面住一個人 你在裡面這裡有一個人 來看喔 來看喔 好,地板,天花板,柱子 好,這是柱子 這個也是柱子 來,我請問你了 你這裡有一個人 好,站在這裡 停了 當你柱子一直倒,一直倒,一直倒 一直倒的時候呢 一直斜,一直斜,越來越斜,越來越斜 我請問你了 你這天花板是不是越來越壓下來 所以你這個人一定會被壓扁有沒有 是不是 是不是會壓扁 聽得懂嗎 懂喔 那我請問你一件事情了 所以我請問你了 你面積會越來越怎樣 你的空間會怎樣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聽得懂嗎 你們在聽喔 到底懂不懂 當你柱子 當你呢 好,地板 好 好,一樣多 再來 肚子 變這樣子 變斜了 倒了 然後呢 壓下來了 好 當你呢 再更 寫 更 更寫的時候呢 你還敢住裡面嗎 你一定會 天花板 你下來 所以注意聽 注意聽 注意聽 你裡面的空間 就越來越 小 所以面積是越來越 少的 會嗎 所以我請問你了 你還可以 平行四邊寫的時候 你還可以用它 去承它嗎 如果它去承它 不就跟剛剛一樣 它去承它一樣了 那怎麼 那裡面就表示格子一樣 你覺得這裡 這兩個 我問你 還沒有倒跟倒了 哪一個會被壓扁的 所以這裡面積會變 面積變小 面積變小耶 所以還會是這裡成這裡嗎 不是啊 所以注意聽 柱子倒的時候很簡單 你們這樣快倒了 你一定會什麼 再裝新的柱子撐起來嘛 所以這裡一定會裝新的柱子 聽得懂嗎 我要告訴你的一件事情 這個新的柱子 這個新的柱子呢 其實就是變成新的寬 很簡單 來我把這一塊 注意看喔 我把這一塊拿掉 這塊我把它搬去哪裡 你知道嗎 對 我把它搬到這邊來 所以我請問你 這裡這裡 天花板有沒有變 地板有沒有變 地板 我問你的 你會說老師 本來是這樣子 才叫完整的地板耶 可是我只是把這邊 拿來 拿來什麼 這邊 所以它有變多變少嗎 沒有啊 它沒有變多也沒有變少 懂還是不懂 後面怎麼在聽 它沒有變多也沒有變少 只是換位置而已 只是換位置而已 懂嗎 所以呢 注意聽了 這個地 天花板沒有變 這個地板呢 也沒有變 也沒有變 唯一變的是什麼 柱子 柱子變 短了 所以 你的長乘以本來的寬 這裡的長乘以這個寬變 柱子變 小了 懂了嗎 所以你的面積就跟著變 小了 會不會了 聽得懂 好 所以這裡寫上去 來 這裡寫上去 換平行師邊請了 柱子打了 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要裝 新的柱子寫上去 裝新的柱子 好 好 那我請問你的 本來的柱子就是長乘形的哪裡 長乘形的什麼 對 來這個畫個箭頭 好 本來的柱子就是原來的寬 新的柱子就是 來這裡寫上去 平行師邊行 你 有方法寫上去 自己撐一缸 好 新的柱子就叫做 新的柱子叫做什麼 原來的柱子叫做 就是 環 所以 平行師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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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長方形 長方形 長方形 柱子倒了 長方形 長方形 長方形的柱子 柱子就是寬寬寬寬 倒了 懂嗎 那你就裝新的 新的柱子 懂嗎 那這個時候就不叫寬了 就叫什麼了 高 聽得懂嗎 有沒有在聽 這個底呢 有沒有變 沒有變 會不會了 來看這邊 好 正方形變長方形 變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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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乘5 好 變長方形 變胖 變胖 所以變8乘 8乘8 8乘8 好 所以變長方形 變胖 變胖 長方形怎麼來 就是把正方形變胖變胖來的啦 會不會了 所以長方形怎麼來 變胖 正方形變胖 那平行師邊行怎麼來 就是長方形柱子 倒了 好 長方形柱子倒了 好 所以這裡是8 好 這裡是5 可是呢 倒了之後 那柱子就是沒用了 那沒用的時候 你要找新的柱子 啊這個 我問你的 本來的柱子 本來的柱子 跟新的柱子 哪一個長哪個 哪個短 什麼新的長 什麼新的長 你看這邊 這裡是本來的柱子 這裡是 這是本來的柱子嗎 這個5是本來的柱子 只是它倒了 倒了倒了 倒了之後 那個天花板就壓下來 壓下來了 啊所以你的柱子呢 就變短了嘛 懂了嗎 所以這裡可能就是只有 3公分 2公分都可以 會了嗎 所以它的面積就是 可是方法還是什麼 對嗎 我請問你 你還是瘦子的時候 用嘴巴吃飯啊 你現在變胖子 用鼻孔吃飯喔 所以我請問你 你現在只是變胖變胖 你的方法還是什麼 還是一樣啊 還是一樣 你看 你是兩個相承 我也是 兩個相承啊 會不會了 會齁 啊你站著會呼吸 躺著就不會呼吸喔 也是會要睡 你注意看 你注意看 當柱子倒的時候呢 柱子倒了之後呢 方法其實也是 一樣 會不會了 懂了嗎 確定懂了 所以呢 它是 這裡 切胖 柱子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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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新的柱子比較短 柱子倒了 新的柱子比較短 這個 切胖 所以方法都 一樣 都是兩個相承 會了嗎 它是 邊層邊 它是 長層寬 長層寬 比層高 會不會了 會了齁 好再來 這平行四邊行你也會了